当财富积累到一定身家,被财富所迷,骄傲放纵了。 结果后续投资失败破产,返欠了巨额外债,铤而走险坑蒙拐骗。 深陷淋雨的不在少数,他们的执着是他们沦为金钱的奴隶。 当一个人失去一些东西时,他知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无常的, 他就不执着,也许他也会痛苦,但是他接纳自己失去,他允许自己痛苦, 他痛苦的程度就会很低,他会很快挺过去,很快振作起来。 很多时候,人之所以痛苦的难以自拔,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自己痛苦反而更痛苦, 内心的不接纳,造成了内在的分裂。 这种痛苦远远大于失去本身所造成的痛苦。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,允许一切的发生,因为世界的真相本来就是无常的, 所以允许一切现象如是存在,如是发生,如是变化,不去对抗, 以一颗博大的心去包容天地,接纳万物。 这样又哪里会有痛苦呢,对不对?